你们怎么能把明兰丢了 自己回来呢 沈沈 娟娟 快去把我明儿抄回来 展示 快来这儿 明儿 走啊 是 如今你是真敢说话 真敢担当我 你那几个哥哥 都没有你这样 不要 孙女是胆大妄为了些 那和黎叔总算是拿到手啊 舒兰姐姐也可以逃出生天了 在这儿说了 我戴着常微帽呢 全身都遮住了 什么都没被瞧见 人家也未必会认得失误 你想得美 那七叔在盛家手里拿着 自然猜得到 是盛家女儿所为 那 贺家哥哥 答应给那楼里的妈妈看诊 他要是想头风夺缓 夜里睡得着 自然也不会多说半个字 那贺家哥哥 对你倒言听计从 贺家哥哥是个好人 这次回来 你遇上姝儿的事 也算是经历了人生事故 大祖母算无一策 大伯伯大伯娘和常吴哥哥 也都是一步一步按照谱子走 有些人凶狠些 有些人就装软和鞋 张实有度破财免灾 再加上那孙女儿机灵 这事也算办得很团圆呀 也亏得孙家鱼鲁 连集气都不知那儿 也亏得孙家鱼鲁 咱们家也算拿得住 不过是脱层皮 还能回头 若你淑兰姐姐 加了高门显贵 再碰到这样的人 再想回头 那就是叫天天不灵 哭地地不硬朗 那只有活活地被折磨下去 孙女明白祖母的意思 贺家哥哥 对你言听计错 这以后要过齐日子了 才能赎心呢 祖母 我还是为淑兰姐姐 委屈 淑兰姐姐是高门帝家 本应当顺顺当当 这孙家的吃喝 可权依仗着 淑兰姐姐的嫁妆 也理应对她客客气气才是 可是这孙家 却反而觉得 越是对大姐姐呼来喝去 越显得自己 不为钱财所动 身份高洁 这就叫 软饭硬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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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你吓得出这个词来 说得对 你淑兰姐姐太软弱了 全然不知道 与她们理论辩解 更怕触及夫君 那摇摇欲坠的自尊 为她欢心 每每做小伏地 一味地忍让 你大伯父大伯母心疼女儿 生怕她受苦 每次一吵 便送去很多银粮 想拿银钱买太平 碰儿孙家母子俩 蹬鼻子上里 全然不把你树兰姐姐 放在眼里 祖母跟你说这些后宅之事 也是以悲万一 我自己心底 还是要为你挑一户 人口简单 婆婆慈爱 观人敦厚之间 过日子 别有什么波澜 一眼望到头 那是最好的 可是祖母 这世间万事 岂能如意 就拿孙家来说吧 寡母喜仪 童子重视 那当初在大伯娘心里 她就是好人家 可谁能想到 最后舒兰姐姐 却如此瘦长 可见 高门险柜也好 小门小户也好 都须得 尽心尽盈 步步小心 最后才能和和母女 说得好 我再写 老太太 姑娘 那老太太不好了 走 看看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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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爸 母亲 母亲找谁 都在这儿了 我 我 我的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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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不找谁 是你们那个 从小就过世了的小姑姑 她叫圣树 我在这儿 抱着你 看你咽了 那死最后一口气 是坏了 杀 杀怀忠祖 你 你 你重前 年轻 你未散死你 杀怀忠祖 我去阎王爷那儿去告你 我去 侍儿 侍儿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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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给你报 帮我 报仇 初音乐 母亲 祖母 school 母亲 母亲 父亲 好 婶婶 婶婶 那这太好了 母亲还饭好了吗 怎么了这是 街上乱得不堪 母亲灵旧托付在一户里 妥当人家 等兵兰退了以后 才能出城安葬 我明儿呢 我家姑娘呢 小姐不见了 要让我们跑散 成了半天也没找到呢 先是败军贼客入了城 后来来了一队官兵 说是跟着一个什么校围 赵狗 追击刘库桃 你们怎么能把明兰丢了 自己回来呢 婶婶 婶婶 快去把我明儿找回来 婶婶 快来人 来人 来人 你们赶快去找 赶快去找 快去 快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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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老太太太太要紧了 你这边有急的药物 金兰姑娘你回来了 父母 回来了 父母 回来了 慢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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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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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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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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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我 回来救我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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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 快来 快来 都怎么回来了 我的朋友 吓死我了 这是老太太 在天有灵 保佑着这孩子 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上一次遇到流寇 就觉着不妙 没想到 这真的闹起来了 我们又阳离门兵那么远 居然有流寇作乱 这世道是不是真的要乱呢 我们原本想过了年再走 如今这形势怕是不能再等了 真媳妇 明天等老嫂嫂入了图 我们就回了 向阳来人说了 流寇有些被杀了 有些都抓了 不成器了 不够了 不然 再留几日压压惊再走吧 也不光是被流寇 我更怕朝堂要动荡 婶婶 那侄儿就不留了 定为婶婶找坐好船 不 水路太慢了 还是走路路吧 我 Liam 他太轻太悲劲了 我没有死 我现在不得多 我对我 你们eki 你坐这些 不要让他们忙 坐下 坐下 祖母 套好了 好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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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要 抱歉 抱歉 你呢 我是不是 你不是 你不是 我妈 来 回程吧 好嘞 公子 走 弟 谢谢弟 走走走 快回去 快去 快去 好好 辛苦啊 都好吧 今日得见母亲安然而归 方才放下心中大死 去的路上 是有些不太平 回来这一路 好得很 连只苍蝇都没见着 倒是让你们担心了 还有一件大喜事 要告诉母亲 华兰生了 生了个大胖小子 你看 好啊 好啊 都是母亲请贺老太太 枕脉的好处 我这心里 知识无人感激 好 好 好 你们 也都是 有了年纪的人了 就盼着孩子们好 孩子们好 家族就好 是 母亲说得是 给父亲 母亲贺喜了 终于得了个外孙子 乖 想是老家安稳 明丫头气色更好了 在老家 吃了睡 睡了吃 是胖了些 明儿 我记着 你小娘的灵位 谁是在这儿供奉着 既来了 就娶她零钱 添个香油吧 是 快去 那父亲 母亲安坐 女儿先行告退了 嗯 嗯 前半到底怎么了 前边圣诞的马车 来接女卷 堵在门口呢 咱们怕是一会儿过不去 您看 我们是等上一刻还是 圣诞 他们这儿老太太回京了 是啊 圣诞人跟王娘子 亲自来接的 可是孝顺呢 真是造坏 快扶我下车 趁着老太太没走了 我去见个脸 顺便 也看看老太太跟前 圣诞的六姑娘 快点 母亲 儿子去看看 车备好了那样 哦 王大娘子 老太太 老娘子 在外边我就听说呀 你们圣诞的车到了 想着呀 你们真是有缘分 你看 在这儿都能遇上 老太太 真相可好啊 这么大冷的天 你还跑到城外来 这真人也能被你的成心打动了呀 还要不是为了我们家小六的婚事 他前面几个哥哥姐姐呀 都有了着落 就是他 扣不成 低不就的 我呀 我得在真人面前多助导几回 保佑 得一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妇才好啊 只怕你是挑花了眼才是啊 婚姻之事啊 都是上天注定的 你说说 这儿女啊 都是债子 大娘子 老太太 听说了不错 齐国公府的小公爷和郡主娘娘 动气都动了好几个月了 近来郡主娘娘的脸上 连个笑影都没有 可是吓人哪 最近几天 小公爷也不出门了 听说在家闹起来了 哎哟 连饭都不吃了 三清真人哟 这小公爷哪儿来这么大义气 到底为什么不如意呀 郡主救小公爷这么一根毒苗 这 这 到底什么怎么就不依他呢 这个我哪儿知道呀 不过我倒是听说 这次郡主娘娘 是发了大火啊 劝解不成 干脆 活活打死了小公爷房中 伺候的一个女婿 说她活没小公爷 瓜一般的一条人命 你说说这 这 真是罪鬼 罪鬼 听着怪吓人 大娘子陪着伯鸡娘子 说说话吧 我骨头老了 受不得泪 先告辞了 严谨你看看我真是的 一看见老太太和六丫头啊 高兴得什么都忘了 拉着你们在这儿说了半天 老太太 您慢走啊 过几日我再到府上去拜访 好好 那我就在家扫厨 你带贵客了 好好好 老太太慢走啊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要是个聪明人哪 也该知道 那齐国公府啊 可是到火山 还是我永昌伯爵府的门呢 更好近一点